那年花开月正元正在热播 目前最新剧情已经播到了都名里教苏胡永梅借刀杀周莹 原本万无一师的山贼撕票事件却发生了意外 山贼绑走的人并不是周莹 而是吴家心愿的大小姐吴依 也因此事故造就了吴依对赵白石的一见钟情 而吴依恰好就是赵白石口中那种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女人 在吴泽和周莹的窜合下 两人结为夫妻 和原本性格善良 父母眼中的乖乖女吴依在后期黑化了 并且伪造信函和收条栽赃给周莹 被丈夫赵白石发现后 自闻死在她怀中 那么吴依黑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有两个 一是吃醋赵白石对周莹产生了情愫 二是不想赵白石帮周莹平反吴家冤案 怕她招来杀身之祸 她已是赵家人 向往和平与自由 无怨吴家的事情牵连到赵家 所以想要除掉周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了 喜欢的请打赏 转发 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